拜拜 拜拜 哎 老婆 剛才 打你回來那個是誰 是誰關你什麼事啊 一天晚上都不回來 電話電話不接 後來直接就關機了 你知道我有多擔心你嗎 他怎麼心我就出去玩一下就不行嗎 有什麼好擔心呢 你就睡覺就行了 還說玩一個晚上 夜不歸宿 還打扮著花枝小長 你想幹嘛呢小孩不帶 小孩要你帶就行了 幹嘛非要我帶呢 我出去玩一下不行嗎 玩 玩 玩像怎麼樣啊 家都不回來啦 我嫁給你啊 我是過來選服的 不是過來幫保姆的 你想幹什麼啊今天吃這個藥了 這麼大聲跟我說話 唉 你不會背著我啊 幹的時候那些對不起我的事情吧 你搞清楚一點好不好 不要亂說我 剛剛帶我回來的是我的一個朋友 昨天晚上啊我出去玩 然後玩 喝多了 我就自己去開了一個房 然後就一覺就到了天亮 所以他就把我送回來了 還扣多了啊 女人又少付到啊啊 扣多了 那我出去玩一下 你還說這種話 你怎麼了啊 我看你啊 是不想過了啊 天天還挑我毛病 還說家裡面怎麼怎麼的 啊你作為小孩的母親 你有經過小孩啊 一天的責任嗎 你還說起我來啦 啊你不看看你 你這個渣什麼鳥樣啊 我嫁給你算你 修了八塊死的福氣了 還在這裡挑三撿治的 是你啊你想不想過啊 你不想過三活了是不是 依然說到這個份上 我看你也沒有責任了 不想過就離婚 離婚 這句話啊真的是千年擋一回啊 我終於擋到了 我跟你說 我早就想離婚了 我過怕這種古意思了 你看看你要什麼啊 就一個爛膽蟲 要什麼用啊 我出去啊 我都不想跟你一起出去 還有啊跟你出去啊 人家以為啊 我大哥老爸出去呢 你不看看你是你 離就離 你 這麼不知 離就離 明天明天 明天與見 好我跟你說 我離了婚啊 我還有地方去哪 我回娘家去 你呢跟我離了婚啊 你不看看你是你什麼鳥樣啊 我看你娶得到老婆嗎 我去不到我打光婚 我會不要你 好你說的這種話 我跟你說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與見 隨不到那裡隨便是小搞 這就見了 怕你啊 哎呀氣死我了 哎呀寶寶 爸爸對不起你呀 啊 讓你們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哎呀不過也沒關係 我自己 我也能扶養你 大哥大哥我回來了 那個阿順他不要我了 不要你了 他欺負我 哎呀 把你大包小包趕回來啦 對呀 他到底什麼意思啊 他大小都罵我 所以我欺不過他 我就跑回來了 他竟然敢罵你啊 這個阿順啊 平時看他那麼老實的一個人 既然這麼暴躁啊 這麼不懂得珍惜老婆啊 還真的是這麼欺負老婆啊 我欺負一個女人 說什麼男人啊 哎呀真的是 老妹 你不要傷心 大哥大嫂會為你組織公道的 不 你放心 不用怕 這個阿順啊 現在啊 你看你 再給他 順他 祝福冒青煙啊 你看大家什麼條件啊 這種條件還不懂得珍惜老婆的 還真的是的 打老婆罵老婆 男人的手啊 用來打天下的 不是打老婆罵老婆的 還真的是的 沒事 大哥跟大嫂先馬上去 給你找回公道 找老妹 我看得算了吧 算了 我不去的 算什麼算 有大哥大嫂幫你唱腰 你怕什麼 這樣要挽回我們之間的面子 哪怕要離婚 也要啊 光明正大 是不是 怕很鬆啊 鬆怕什麼 不怕的 老妹走吧 對我們有理 我們不會怕他的 知道嗎 來走 俗話說有理 九天下 來 阿順 阿順 你給我出來 哎呀 哎呀 小舅子 幹嘛呢 你說什麼話呢 我妹嫁給你啊 你還想怎麼樣 還欺負他 你看 你還現在什麼 還把他退回去呢 還鬧離婚 你什麼意思啊 你先不要過來 一過來就指責我 你先問一下你老妹 啊 我老妹呀 哭哭啼啼的回去啊 知道嗎 說你不要他了 還打他 還罵他 你身為一個男人 你打女人幹什麼 打女人啊 說什麼好男人啊 啊 小金 你老實說 我也沒有打過你啊 沒事 有大哥大手上 老妹 你大膽的說出來吧 他就罵我 所以我跟他說不過去 我就飽了 你看 幹嘛罵他 對啊 人家一個女人 肯定打不過你一個 妻子男子漢的 你聽我說啊 他是從嫁給我以後 都沒有一個心在家 天天出去玩啊 小孩小孩不帶 前幾天 夜不歸宿 啊 還有那個男的 送他回來 我晚上打電話 打不通 後來直接就關機了 我等了一個晚上 回來說他幾句 他又跟我鬧離婚 還說了我的問題啊 是是這樣嗎 你問一下他 老妹 阿孫說的是不是真的啊 他說的不是真的 我那天那個 吃啊我出去玩了一個晚上 但是那個 早上那個男的 帶我回來 是我同學的同學 他把我接回來了 我那天晚上啊 幾個同學聚會 然後我喝多了 我就自己去開了一個房 一睡覺啊 就睡到了天亮 所以他就把我接回來了 你身為一個女人 又啊 做到夫唱夫水 三從四得 你看你 夜不歸宿 一個父道人家 還客多了 開個房 第二天回來 你讓自己家裡面的男人 怎麼想啊 怎麼想 他就無私亂講了 怎麼也沒有啊 沒有啊 你這我也是個男人 我也知道別的男人是怎麼想的啊 聽到沒有 所以說你平時啊 你在家交相慣養你就算了 你這個人家了 已經做為人家的妻子了 你還這樣子 你要成熟一點了 穩重一點了 像你大嫂一樣 你看平時在家你看 家務什麼都做 要教小孩啊 要輔導作業了 大哥才啊 放心出去啊 闖蕩 工作 是吧 賺錢養家苦搞 你這樣子啊 你看你 難怪你嫁到這邊來了 你看幾年了 還不是這樣子 還是個爛攤車 你有沒有做到 還好啊 扶持你的老公啊 你看 小孩你讓他大 農活你讓他大 家務你讓他做 他怎麼出去工作 怎麼出去賺錢啊 他會分身嗎 你就會坐享其成啊 你啊 我嫁給他的時候 他跪下來求我 說嫁給他的話 就不用我幹什麼活 我只付得冒美如花 他就付得賺錢養家的 說過的 他還有意思跟我說 你看看我嫁給你多少年了 還是這個鳥要是他沒用 他能跟你比嗎 你看他 他只會指責 只會抱怨 結婚了 都是為了採 那個野鳥採米 隨著家人 不是一地雞毛 你能把我家庭扶持好了 把小孩照顧好了 我安心出去敞當 啊 你相信我沒有幾年 我就把這個家庭 給搞好了 你現在你搞得我 出去幹活都不放棄 小孩又沒人帶 是啊 老妹 以後啊 你這個脾氣真的要改一下 好好在家帶孩子 讓你老公安心出去工作賺錢啊 對啊 好好跟你大嫂好好學習一下 怎麼做個賢妻良母耐心的好老婆 知道嗎 好媽媽 你看看人家 你看阿蒜 這麼情療能幹的一個人 人又憨好老實 這麼顧家的一個男人啊 說這難道你要去離婚了 嫁給那些啊 嘿呀 你想拿 我們拿隔壁村的那個拿 大波連 哎呀以為離婚了能找到幹好了 以為他有點姿色貌美油瓜 沒想到啊 嫁給一個 又嫌人家 哎呦那麼窮 後面又改嫁 又嫌人家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搞到現在你看 五十歲了 自己一個人啊 現在了 成了老女了 嫁不出去了 都有活生上的例子啊 知道嗎 都有前者之見啊 你也好改一下行嗎 俗話說 夫妻齊心啊 王土都變強金啊 只要你們夫妻兩個共同女愛 以後肯定會闖出 你們自己的一片天的 知道嗎 俗話怎麼叫夫妻啊 夫妻在前面 是吧 你要做到 拿好好引導你 你在後面好好 背要好好 我啊 支援他 扶持他 懂嗎 相夫教子 現在這麼老的 哎呀 我離婚了 我還可以找一個有錢的 我怕什麼 都說有錢之間啊 你看我們哪 哪個過得好的 離了婚啊 後面還不是一樣 你還真的 還有這種想法的話 我跟你說 你真的沒救了 都要啊 娘家 你也別回啦 我也不要你這種賣 丟臉啊 我看你以後 能過成什麼樣子呢 妹就改一下吧 有錢人啊 也未必能看得上你啊 你也要為孩子考慮一下啊 對啊 人家有錢的 可能會圖你意思啊 講個美 後面啊 時間一過了 人家把你當衣服一樣 一丟 你自己想想 這麼好的男人啊 你打到燈籠你都找不著啊 我跟你說 夫妻同心啊 其力斷金啊 大哥你說的是有點道理 我嫁給他這麼多年了 他也沒打過我 就是我說大聲了 他頂了幾句而已 那就對啦 我知道我錯了 那以後孩子你大不大 我大 顧不顧家 顧顧顧 阿酸 以後不要出去玩了啊 阿酸 來來來來 好了 你看我媽已經改了 經過思想教育 你放心 以後啊 我做這樣 如果啊 我媽還這樣子的話 你不提離婚了 我都幫你提 行嗎 小孩誰大 我大 家務誰做 你放心 我做 還出去 啊 夜不歸入嗎 不會了 我改 我知錯了 老公你就給個機會 來我抱小孩 妹夫你看 他真的知道錯了 對對對 你看 這就對了嗎 對話說 家和萬事勤 是吧 和和暮暮 才能生才嘛 日子才會過得 紅紅火火吧 是不是 對對對 那老公啊 你以後啊 你有時間 你也要多陪陪我啊 我一個人所以我才那樣子的 是不是 行了我也知道我不足啊 以後我會加班努力啊 把這個家境改善 給你們娘娘啊 過了好生活 對 這樣還差不多 好了 那也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總結事問題也解決了 就不要再鬧梨花了嗎 好還是謝謝大哥大嫂 那行了啊 乾脆回去 一家人做個飯吃一下 慶祝一下 我煮飯我早餐 好好好 來來來來